入冬以来 第二波寒流将会在明天报道 气象局对双北 基隆还有宜兰等九个县市发布了低温特报 将出现六度以下低温 而周五周六将会是寒流威力最强的时刻 而且因为湿冷的关系 所以民众在感受上也会更加的明显 美国地区一千公尺以上高山也会有降雪机会 所以要提醒民众做好保暖措施 把网子拉好 这三确认有没有绑紧 因应新一波的寒流 云林菜农不敢大意 因为上一回寒流已经让蔬菜的页面受损 如果这一回再不小心 蔬菜卖向不佳 会造成更大损失 不只农民严阵以待 台南渔民也担心鱼苗 鱼群受冻 在鱼温周围搭设了帆布挡风 建立越冬时 希望可以把损失风险降到最低 跟我们的那个池的 雨池的那个水位再加高 来准备过这个挑战 寒流将会在七号报道 气象局八部低温特报 预估中部以北 东北部低温下滩六到八度 南部也不到十度 这回寒流还因为水气充足 专家指出 北部像太平山 跳拉拉山等山区 都会有降雪几率 专家指出 寒流预估在周日减弱 所以这段时间 要提醒农民鱼木叶 必须要严防霜害和寒害等影响 而民众也必须要做好防寒措施 接下来云网情中 网维宋 温正恒综合报道